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停停停停 听你这么说 我怎么感觉我那么坏呀 我那明明是吓唬他呢好吧 我哪知道浪哥失忆了 对对对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诶 秀姑娘 你们部落的其他人呢 我看他们昨天一晚上好像都没回来啊 唉 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 当初我和猛叔一起逃离海盗的海上成日之后 也是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 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 哇 猛叔快看 基地 有基地耶 我说 我们不会被斗死了 是啊 秀儿丫头 咱们赶紧去叫门吧 我这一身老骨头 真的快要扛不住了 好 我这就去上门 你好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诶 奇怪 怎么会没人呢 你好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有人吗 完了猛叔 这个基地虽然看着挺大 但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猛叔 咱们没救了 要被冻死了 你说这游戏也真是的 这冰雪岛都更新了 为什么就不更新一身棉衣服啊 这冰天雪地的还让咱们穿着一身下装 我的脚好凉啊 我感觉我快要冻死了 呦 看来是个废弃基地啊 你先别哭秀儿丫头 让我研究研究 原来如此 你们也是漂流至此啊 不过 看样子 你说那个猛叔成功了呀 那他为什么不把其他房间也打开呢 电缆线不够了呗 当初猛叔修好发电机之后 又把旁边的信号塔的电缆全都撤下来了 但最终也只能打开这一个房间 不过 至少我们不会被冻死了 听你说这么多 猛叔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但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呢 啊 好烦啊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呃 那个秀姑娘 冷静冷静 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说不定啊 我还能帮上你什么忙呢 哎 你也看到了 我们打开的这个房间是一个健身房 里边根本就没有多少食物 所以 为了找点食物吃 猛叔决定外出寻找电缆 打开其他的房间 但他出去之后 就算也没有回来 昨天我也是为了找他才出去的 哦 原来如此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找吧 顺便看看能不能也收集一些电缆 打开其他房间 虽然记忆缺失 但是一些技能我还是会的 毕竟我还记得我曾经是什么高级什么工 哦 恰 我就不拆穿你了 等你记忆恢复你就知道了 你就是个建筑工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 阿珍姑娘 哎呦 这都一晚上了 怎么还没过去这个新鲜劲啊 算了 那就让他在这玩吧 阿珍姑娘 我们有事出去一下 你好好在这儿 别乱跑啊 好的小浪哥哥 好嘞 那咱们走吧 西儿姑娘 嗯 又可以和浪哥一起冒险了呢 哦 快来啊 西儿姑娘 咱们该出发了 浪哥 你确定要骑这个去吗 哎呀 放一百个新吧 我已经学会了 哦 做好了 浪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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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来看 嗯 那里居然还有一个包子 哦 好家伙 还真是 看样子 好像还亮灯呢 快走 师父姑娘 咱们过去看看 嗯 不好 我只是想去不救我 对你 你不是那么像我 我只是把我放在这里 吗 还好 我不是 没有 你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